我在问卷部分的话,大概就几个问题 里面我们前面入门班是讲 比较跟函数进展到VBA会比较有相关 前面的话就是五大函数 然后怎么样变成VBA的说明 后面的部分的话,可能慢慢我们就会 基本上举的例子 就会越来越是处于 在Excel里面的功能它没办法达到 那变成你可能要用VBA来完成 所以如何用VBA可以快速解决你的问题 也就是以后那个问题 你即便不知道用哪一个函数 你自己也可以写VBA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有点函数是过度性的产品 过度的功能 那简单的事情也许函数可以深认 但是复杂的事情说真的 因为你现在工作因为内资料的类型 资料的复杂度也高 你要很快的把报表做出来的话 真的你不会VBA的话 我想你在职场上面真的是蛮辛苦的 因为大部分可能就要突破了 资料越来越大的时候 哇,那你真的就没办法 要准时下班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这效率真的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会跟不会真的是差距太大了 那我们后面会举一些例子让大家了解 差距到底有多赞 所以后面的话我会给各位一些题目 当然底下就让我知道一下 你的这个问题跟那个入门班差不多 差别是你上课内容需要哪个问题为主 大概让我知道一下 因为其实也大概是因为我把它拆成八个单元 因为我们八周课程 那我原则上希望能够真的每一周都可以让大家满载而归 不过说真的这个范围其实都还蛮大的 那一周要全部讲完真的是有限 所以呢我会给我那个范例档也许好几个 可能有有十个 那也许我就讲抽的几个 那如果没讲到的 我云端上面也会提供那个对应的解答 OK,答案 那你们也可以回去自己练习 那有问题也欢迎各位可以提出来 OK,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大家让我知道一下 选课动机 那为什么来上课 另外的话呢 我那个上课部分的话 我会把那个影片录下来 所以如果你将来呢 希望能够那个收到那个每次上课的影片的话 那你留一下mail吧 OK,那这个当然是额外的service OK,而且这个影片基本上我会 就是即便课后也会放一段时间 之前有那个承判问我说会放多久 其实说真的我也没有一个 至少啦 至少一个月以上一定是有啦 OK,不会说时间到了 上完课就结束了 而且之后呢 有时候甚至还会提供 这个售后的保固 还有售后服务 之前有同学有问题 当然啦,你可以丢 提出来跟我讨论 OK,其实大部分都可以得到满意的答案 因为我在这方面的资历应该算是足够的啦 OK,你们会遇到的问题 我大概都能够给各位一些 至少我觉得可以一个方向 OK,至于怎么写 其实有时候我看一看 写一下,马上就有答案出来 所以其实我放在云端上面的范例 多半都有一些部分是同学问我的问题 然后我问他说 你这个题目能不能提供给我 我当成上课范例算了 有些同学说 不可以,那我就把它放上来 问题其实都还蛮简单的 也许别人的问题也许跟各位有点关系 我觉得还不错 比如说哪些题目 待会的话请各位帮我到云端上面 这个云端的网址的话 先帮我把这个第一个问卷稍微填一下 OK,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到云端上面下载 这一个第一个范例 把范例档帮我按右键下载 或者你点两个下 它上有一个下载吧 然后下载之后把它帮我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的话呢 这里面解压缩字词 那就会有每个单元 单元1,单元2,单元3 每个单元里面就有每个单元的范例档案 那也许你们待会可以针对 这边我有找到几个题目 就是跟我们入门班讲的题目类似 但是又更困难的 比如说呢 你们可以先开这个好了 范例的101这一题 OK 那这一题的话呢 基本上它是希望 这一题比较简单一点 这个先把这个公式先delete掉 这一题好像有讲过吧 就是抓前面的中文放在这里 中文哦 放在这里 只要中文部分 没怎么做 OK 那第二题 你可以开103这一题 103这一题 主要有两个工作表 一个工作表 是算这个储存格里面 到底有几个是数字 几个是英文 几个是中文的个数 比如说当然这边有零个嘛 然后几个五个吧 5个中文零个 有没有 这个是三个 两个 零个 那这个Nokia 这个是四个 零个 三个 可是问题哦 现在这个范围里面的data 它不是叫你要一个一个慢慢 是用眼睛看哦 而是应该怎样 你要用一些快速的方法 那这一题部分的话 那你也可以想想 用Excel里面的函数 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函数 其实是可以啦 函数 对应公式 不过 用里面的函数字 只要要什么 要 LEN 几个字 然后MID MID是切那个字 然后呢 还要判断 它是不是 啊 还有CALL CALL是 这个 查它的内码 在哪个位置 判断是不是在数字 英文还是中文的那个范围 不过呢 用公式太复杂了 我建议是干脆写VBA算了 OK 所以这一 第二个 你会看到 这边可以切到这边 除了说呢 可以算几个之外 我们一般工作不是算几个 算几个 我们是要把 中文数字英文通通分开来 有没有 如果我今天 我刚好需要data里面的英文部分 数字跟中文不要 怎么办 那它可能不是有顺序的 不是说它放前面放中间 没有 它是只要 它是放在那个 储存壳里面任何一个位置 怎么办 如果你只需要中文 或数字 或英文的话 那你怎么猜 如果你不会 出发量干嘛 哇 那不得了 如果一千笔资料 一万笔 甚至百万笔资料的话 那你做到哪个时候才能下班 所以很多时候是 不可能用 所以大数据指的是哦 不能用人工的方式处理的资料量 其实就已经可以称之为大数据了 这个大哦 不是说 大 多大才叫大 其实一般初步就是 非 人工的方式的那个范围量哦 所以多少 才叫大 其实一般我觉得 超过白笔大概就不要 不是超过白笔 只要资料 过大的话 其实像我习惯 即便笔数少 我还是习惯 我写程式就会完成 OK 那这一题的话也许 请各位先看一下 另外的话 还有像什么呢 还有其他范例题 单元一里面 其实像什么 这个 切割字串 这个切割字串是切什么 切这个 这个里面的什么 超连结 把这个超连结 哎 好不好 跟正一下 把这个中瓜五里面的资料 放到B栏里面 哎 那以前怎么办 以前就是手动点两下 Ctrl C Ctrl V 然后再往下 Ctrl C Ctrl V 哇 那不得了了 你会发现这边 总共两次上万笔的话 这还要600多笔而已 那你 你光做这些事情 你就头大了 哎 可是有没有什么方式哦 你不需要用什么 用那个Ctrl C Ctrl V 也可以完成 好 另外还有一点哦 这个地方有个陷阱 就是说 他的资料哦 不是只有单一个哦 他有两个以上 可能有三个或四个 哎 所以这一题哦 难度最高的是 不只是说用FOR回圈哦 可能要用那个 DoFile回圈哦 那个DoFile回圈 这个意思哦 FOR回圈是给他一个范围哦 FOR I等于哪一个到哪一个 也有个范围 但是这边的话 因为他没有范围 他我可能有两个 也可能有一个 可能有三个 可能有四个 那如果针对这种不确定的 资料数量的话 那如果你要彻底找完一遍的话 你可能就要学会一个叫 DoFile的回圈哦 之前就用FOR回圈对不对 哎 这个时候就不能用FOR回圈哦 FOR回圈是确定知道有几个 没有里面有两个 那你就跑两次 那不确定的范围就都怪 怎么做哦 这个待会呢 我也会跟各位讲这一题怎么做 其实这这边题目其实都不是很复杂 但是如果你会的话哦 那真的是工作数量 工作的效率会大大提升 另外有一题这是某寿险公司哦 他这个问的问题 有同学每天做的事情就是 这个有没有 这个这个几个 这个一个一个产品嘛 所以这边就输入1 然后这几个呢 他就12345678910 他就输入10 好那这几个1234512345 所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算那个几个产品 然后合计几个 可是问题来了 他每天一堆嘛 那你总不能每天12345 我问他说你每天就算这个 他说工作内容就算这个 所以他可以算一整个早上 或甚至一整天都在算这个 我说你这写一个写一个VPA程式就解决了啊 OK 那怎么判断啊 其实你会发现哦 有个特点 资料跟资料的中间都有顿号 那你就把所有顿号的数量加起来 有没有 然后呢 顿号的数量刚好是商品数量相差1 有没有顿号嘛 因为再把顿号的数量加1 就是里面商品的总数量 然后把这个数量统计完之后呢 再把结果的嘛 填到这个地方来 就OK了 管他要几个 诶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程式如何写 OK 特别是哦 这个是基本上哦 应该找不到用函数 没有函数啦 诶 fine函数可能 可是fine函数他没办法一直跑 OK 所以基本上这一题哦 大概也只能用VPA了嘛 OK 什么做啦 请各位先帮我下载那个就是这个范例档 待会的话画面先还给各位 我就会针对这些题目啦 里面还有很多类似这种题目 反正就是针对一个问题如何去解决的VPA程式该如何写 OK 我是建议啦 那你初期 也许还不是那么熟悉 没关系 你可以先模仿 我上面都会给各位答案哦 这些 这些思考的 呃 流程方向哦 当然我会逐一来跟各位做说明哦 你说会不会困难 其实说真的啦 VPA是一项专业技能 不困难 那就没有价值了 OK 所以 基本上是有点难度 但是是不是 完全无法理解或者无法学 没有啦 好啊 如果你把它学会啊 我觉得啦 至少你因应 这个未来这个大数据的这种哦 这种资料量的需求哦 你要去处理这些资料 我想你会这些东西哦 真的可以确保你将来 在职场上面应该会存活的相对好很多啦 而且未来的发展哦 真的 就像这次为什么台湾疫情哦 可以控制这么好 背后有非常多人哦 都会用 这些工具在处理大数据的分析 对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马上可以掌握这个疫情 对 你说用人工去慢慢慢慢找那些东西 然后找一些未来的趋势 这个发展的方向 那当然缓不及其嘛 而且data这么多 对不对 现在至少 呃 这个429例嘛 对吧 背后延伸出去 就有他可能旁边要 要怎么可能要就是 呃 这个要隔离的 或者是要 这个相对的啊 那这些data怎么样去很快的去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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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 那这背后其实都需要很多哦 那还是需要用到城市啊 所以这一次有一个人宏到国外去满 那其实就蛮厉害的 他很多就擅长在城市方面的这个能力 好 很像口罩最早就有那个口罩地图 哇 那日本看到 哇 这太厉害了 马上你查附近 呃 有哪 哪些药局 有口罩 剩下多少 马上可以显示出来 哇 这太厉害了吧 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所以台湾这方面真的很强大 OK 如果比起其他其他国家来看 那背后其实最基本的 eSail这个工具 你至少先掌握好 为什么 因为所有data 都会有 都 大部分都会提供给你eSail档案 OK 请各位先试一下 大家帮我做几件事 一 可以写问卷 第二个 下载档案 那待会的话 我就是把这个课程 稍微说明一下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 来说明有关 刚刚讲的这些范例 该如何 去快速的解决问题 OK